吉打都双西大年环保先锋 早前接到消息 指西塘区一片靠近河流的空地 出现了大批被丢弃的洋垃圾 环保先锋队今天带领媒体 到当地视察 发现河流已经是被染成黑色 现场还弥漫着恶臭味 该组织表示 这个情况将威胁吉打和 槟城一带居民的食水安全 他们控诉即便当地人 多次请周务大臣 甚至是部长前往视察 采取必要的行动 但是始终是没有得到回应 他们再次呼吁相关单位和首相 正视这个问题 还他们一个干净和安全的家园 河流污染问题困扰极大周多时 如今加上洋垃圾厂淋漓 导致情况越来越严重 民众苦不堪言 三天前双西大年环保先锋 接到消息 指西塘区有一块靠近河流的空地 充斥着洋垃圾 今天上午 该组织主席王国会议行人 就带领媒体前往有关的空地视察 发现河流已经被污染成黑色 现场还弥漫着恶臭味 居民担心如果不及时解决问题 恐怕会连带影响宾州子民 因为他们的日常用水 都是来自于同一条河流 如果下大雨淹水 这一些毒素都会流进我们的河流 瓜拉木拉河是提供水源 给我们双击大年人民用的 下流在六英里之外 就是冰南东高 水准备 plant of Penang 冰城所有危险 北海的人喝的水 就是从这个河流 双击大年环保先锋主席王国会表示 该组织过去四个月 向能源科学 科技 环境及气候 变化部部长杨美银求救 要对方前往视察 了解情况到底有多糟糕 可是对方迟迟没有行动 由于这关乎几打州和宾州子民的健康 他呼吁几打州乌大臣 拿都斯里木克里和相关行政议员 不要置身事外 更直接向敦马喊话 希望首相关注此事 YB杨美银 请你可以下来了吗 你不要再讲你没有空 我们双击大年已经跟你求救 求了好几个月 从4月12号我又向你求救 求到今天已经是7月27号了 你完全没有下来看 我们的首相 NTV7吉打采访报导 2费目下来的 刀